在卸任前夕开心的与两百多位金融市车府同仁进行大合照 金融市长刘昌感性地表示 市长有任期但是朋友是一辈子 他与所有市府同仁的伙伴及朋友关系将永远维持 不觉得大家其实很开心然后大家一起合照 因为当市长是有任期的 但是团队跟朋友的情谊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跟所有这八年来一起打拼的市府团队 不只是长官跟部署的一个关系 其实更是伙伴跟朋友的关系 所以这份情谊我相信也会在12月25号 我卸任之后会永远远远的一个维持下去 所以我非常感谢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 跟所有团队一起打拼 至于八年的任期最让牛昌感到高兴的是 完成了对金融市民的承诺 让金融市翻转蛻变 更让金融人有光荣感 对身为金融人感到骄傲 我记得我在八年前上任的时候 金融市基本上是一个百废待局的一个城市 那失业率、离婚率、自杀率也最高 负债也是有史以来最高 不过这八年来我们翻转了这一切 另外是那个时候我许下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让所有金融人都能够变成是 骄傲光荣的金融人 我想在八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做到这一点 这是我觉得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接受市长英雄铁邀约 从高雄北上到金融推动 城市观光行销 很获好评的金融市政府观光 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 也很有同感的说 来金融交了许多好朋友 还笑称自己都被金融的美食喂胖了 一样都是港口的城市 我们的市民都是非常的热情 而且是非常open minded 然后能够接受 那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行销观光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我觉得个人的北漂那是一件事 但是我觉得来到这个城市 能够有很多这些好朋友 然后大家变成了从不认识 然后变成好朋友 然后来到这里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可能还胖了不少 因为人美食实在太多了 对于外界路葛的说法 牛昌再次感谢大家关心 表示人民需要他做什么 他就会去做 强调卸任前就是把握每一天 把金融市长这项工作做好 其实我从来就不会去 预设自己的下一步 比较重要的是 民众或者是人民需要我做什么 那需要我做什么 我就来扮演这个角色 或者哪里需要我 我就往什么地方去 对我来说 12月25号之前 我的身份跟我的工作 都还是金融市的市长 那我们会把握住每一天 把市长的一个责任 还有市长的一个工作 把它做好 牛昌也分别与市属各级学校校长 及各局处同仁合照 还罕见的戴上墨镜 展现帅气的一面 牛昌再次感谢 所有市府同仁的支持 也期待自己最爱的家乡基隆 能继续前进 成为更好的城市 记者张旗藤 进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